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普通機車 我是阿豪 這一台是NW的K1300GD 那這個客人本次進場的維修就是前輪的培林組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原車的培林 鏡頭要拉近嗎?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比較清楚 黃黃真的是壞掉 這就是雨水啊水汽跑進去裡面 為什麼水會跑進去? 為什麼水會跑進去? 第一個時間久了通常都會多少跑水汽進去 再來就是它外面會有一個防塵蓋 防塵蓋老化 那個橡膠老化硬化的話 密封性就會很差 那就會讓水汽跑進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裡面這個培林已經是換新的 那舊在哪裡? 舊的就是我手上剛剛拿到的這個 大家如果有機會拆下來的話 你會可以去轉動 這個就是很卡 非常的卡 那新的就很順 那新的就很順 硬騎的話會發生事故什麼? 會卡住嗎? 硬騎的話有可能導致你這裡面的珠子 因為沒有潤滑 然後產生高熱損壞 有可能會壞掉 整個輪子會壞掉 這是有可能的 再來就是輪框也會受損 那多久時間可以避免 因為太裡面了 客人不像我們那麼懂 那怎樣才檢查要更換 其實呢 如果說車子都有在騎 你每一次進場 我們都會幫你做檢查 換得開的時候也會檢查 一般性保養的時候也會檢查 那原廠的建議這個東西 每兩年或是兩萬公里 它就會要你檢查 這個東西的這個功能 外觀 像現在這樣子 非常的糟糕 那就是要換掉 對 那換的時候通常建議 連那個防塵蓋也是要一遍換掉 因為那個防塵蓋 也是有所老化才會有這個情況 這樣子 OK 謝謝阿豪分享 謝謝 但是我看你還檢查 為什麼輪胎還歪一邊 那什麼原因 順便講一下 我們已經兩分鐘了 再30秒夠嗎? 還是先暫停 好 輪胎因為台灣路都是斜的 要做排水 所以說我們右駕的話 通常輪胎會抹左側 就是左邊會吃的比較兇 它這個就會變成像 你看一下不平均 那就是硬化才會有這個情況 那就是建議換掉 會比較好 OK 謝謝 謝謝